12月14号上午,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及家人乘坐飞机返回北京 当天北京出现降雪,天空中飘着雪花,机场的雪量也不小 尽管航班有所延误,但是飞机顺利降落 上午9点半,莫言身着灰色羽绒服,笑容满面地走进贵宾通道 并热情地与迎接人员握手 此时,现场媒体一拥而上,用鲜花镜头和闪光灯把莫言团团围住 随后在机场贵宾室,他接受了媒体的简短采访 当谈到北京的降雪时,莫言笑着回答,锐血赵丰年 谈到近十天的诺奖之旅 莫言用非常圆满来回答 他表示,自己在瑞典的时候,强烈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对文学,对中国作家的热情 这个感受就是满态的友谊而归 满载着这种热情而归 因为我还没到这个斯特格尔摩,就在视频上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群孩子们,留学生们,在那边快点 看着我们的民族服装,然后高昌的中国的歌曲,做了一些非常有意识的,很喜庆的,也很活泼的一些行为的活动 而当有记者问起莫言夫人杜秦兰的感受时,莫言笑着说,妻子比他还要轻松 谈到接下来的行程,莫言透露自己会在北京待大概三到四天 但有记者问到莫言如何向山东高密的乡亲们解释诺贝尔文学讲时,他笑打不用解释 在结束简短的采访之后,莫言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,登上停在机场外的中巴车里去